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就常年在外打工 我爸是村上出了名的老实人 在农村 老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爸除了动点地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所以随着我和我弟的慢慢长大 养家的事情就放在了我妈身上 我弟只比我小一岁 我俩都上到了初三毕业 就出去打工了 我妈说她的欲如尽道了 那时候十几岁的我并不明白她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她把我和弟弟带到了广州 找了一个工厂 托付给了熟人 就再也没出现过 后来村里关于我妈的流言飞语四起 有的说她跟人跑了 有的说她找了有钱的老板 关于这些 只有我知道 我妈这十几年过得太苦了 没有多少文化的她在寄建的流水县年复一年 不敢吃 不敢穿 挣的钱养了我和弟弟 一个女人在外打拼是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不怪她 也是那个时候 她认识了刘叔叔 这些年都是刘叔叔照顾她的 过了好几年 我妈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她说 她只能管我到这里了 以后的日子 希望我能照顾好自己 她要为自己而活 就这样 她回来和我爸办了离婚 我爸倒是也洒脱 结束了这段以强难弱的婚姻 从那以后 我过上了两点一线的打工生活 年底回家过年 年初出去打工 我带着弟弟 我们在厂里干了好几年 一直到我遇到了陈江 他是厂里的工程师 和我又是老乡 平时很照顾我和弟弟 厂里给工程师的食堂和普工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经常会把水果牛奶的留给我 就这样 一来二去 时间长了 我们相恋了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遇到事情会像一座大山一样挡在我前面 因为我爸的懦弱 陈江第一次让我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后来 我们同居 租了房子 那也是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觉 即使房子是租来的 我原本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就算这个男人以后要饭 我也会跟着他 他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工作一直都很认真 对我也很好 直到陈江带我去见了他的家人 一个大学生带回去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女朋友 又是单亲家庭 这对于陈江的妈妈来说 好像是很羞辱的事情 一向以儿子为骄傲的他 当着所有人的面 毫无顾忌地表态 这门婚事 他是死都不会同意的 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 不想为难陈江 就提了分手 也换了工作的地方 但是三个月之后 他还是满眼通红地找到了我 陈江告诉我 他会自己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我们自己买房子 结婚也不要家里一分钱 说什么都要和我在一起 就这样 我们又和好了 我们用这些年的积蓄 一起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 就领证了 没有婚礼 没有彩礼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去美容院学了美容 在小区开了一家小店 陈江也回到了老家的公司上班 他为了我搬出来住 和家里抗衡 我从内心深处一直都是很愧疚的 我希望有一天婆婆能接受我 为了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在努力 所以即使他每次给陈江打电话 说我妈不守护导 说美容是不正经的女孩子干的 这些我都忍了 我就当听不见 后来我怀孕 她还是没有出现 生完孩子是个女儿 婆婆说话就更过分了 但是我一直都拿她当不积口德的老人 逢年过节 我依旧是笑脸相迎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坚信 总有一天 她会感动 就连不知情的阿姨 也会时不时地劝劝婆婆 现在大学毕业 找不到媳妇的还很多呢 但是婆婆的世界只有自己 完全听不进去 我原本想的是 反正就逢年过节见一次 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直到有一天 婆婆大包小包的搬来了我们家 说是结婚这么久了 也没见我这个儿媳 怎么伺候过她 我就想 她爱住就住吧 只不定时间长了 她就能看到我的好 但是事实证明 一个人只要讨厌另一个人 就会觉得 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婆婆也不例外 每天不是我这儿不好 就是那儿不好 有时候店里忙一天 加上照顾孩子 我真的已经心里交瘁了 回家还要做饭 但是我不管怎么做 好像都不对她的胃口 有时候甚至会当着我的面倒掉 看着陈江左右为难的表情 我一直劝她不要管 但是我婆婆 让我相信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是会被人逼疯的 这样的隐忍 我日复一日 陈江不好说什么 就私底下给我买点礼物 换着发的补偿我 她的心意我懂 我也从来没有在内心深处 真正的怨恨过婆婆本人 一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爸爸疾病走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 虽然她很懦弱 一辈子也没给我和弟弟留下什么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 她在 我就还有家回 她不在了 那个家也就空了 所以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走不出来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哭 婆婆还是依如既往的作 直到有一次看着电视 我哭了 然后婆婆就在一旁说 我觉得你应该去你爸的坟上 哭够了再回来 真的很晦气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这一句话揭秘了我 还是这两年来积压太久 我第一次和婆婆吵了架 我失去了理智 只是感觉脑子嗡嗡响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惯着她 她完全没有收敛的意思 我也做好了鸡飞狗跳的打算 这么多年 反正她的心我五不热 既然每天都不让我好过 那就大家都不要好过了 星明节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买了一堆纸钱 当着婆婆的面烧了 我猜到了她会发火 甚至会疯 但我真的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有她在家里 一天都不得安宁 结果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她跳起来骂我有病 问我是走不到我爸坟前了吗 我就告诉她 你错了 今天是烧给你的 儿媳提前孝顺你 那一刻在婆婆的眼里 我是个疯子 我也觉得我疯了 我真的被逼疯了 就在这个时候 沉浆回来了 灭了家里的火 看着又哭又笑的我 决定和婆婆好好聊聊 不知道是被我的举动吓到了 还是真的担心我报复她 反正第二天 她就收拾东西 回了老家 我们的日子 回归了正常 现在 她应该还是讨厌我吧 但是 我不想 再被她喜欢了 她能不能接受我 对于我来说 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关于我们家里的事情 她也不敢再指手画脚了 你们说 是不是人善 便会被欺负 如果我一直懦弱 将永远被踩在脚底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